字幕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Coulting Present and Future 那就是Coulting現在的以及未來 我是Andy 我現在是在美商刺激心訊擔任工程師 我也是Cortling讀書會的志工 也是Cortling讀書會的導讀 下面是我的資料 我今天的範圍會講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Cortling目前的Release的節奏 接下來會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1.4跟1.5的新的Feature 然後另外一個是前幾天剛釋出的1.6的新Feature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Cortling的Release的節奏 這個Release節奏是這樣子 目前是這樣子 它會有新Feature 是一個大版 大版跟大版之間 目前是以6個月為一個間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目前在1.5版到1.6版 是間隔6個月的時間 那在這個6個月呢 期間那如果有一些 一些Performance的修改 那會有些Bug Fix 它會在這個當中會有一些 會會出在這個中間 那如果有些重大Bug的話 就會有一些Bug在這邊 所以 這個時間是不是固定的 那所以有分三個Release的階段 那第一個是 我們的Feature的Release 就是我們比較重大的 功能 重大的更新 在這個版本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在這邊呢 是 它的版號就是一個大版號 比如說1.4 1.5 甚至 昨天前天剛釋出的 叫1.6 那 呃現在他們的定義是 希望是在 每6個月會 Release一個版本 那包含一些新的Feature 那這個6個月呢 他們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 這個6個月如果沒有 他們不會刻意去 呃 把 一些 一些Feature 為了要 把一些新的Feature Release出來 所以 呃 有把這個時間延後 那他們是以 呃 DateDriven 就是 以時間為 為一個限制 所以 現在就是以時間 6個月為 為一個版本 所以 如果新的版 大版本出來 沒有更新太多的話 也不用太意外 可能 在這個 這段時間剛好沒有 太大的更新 那在 這個 大版本 與大版本之間呢 可能會有一些 一些 Compiler的一些改進啊 或者是一些 工具的一些改進 那這就是一些 小版號的更新 那所以在這邊可能會有 1.4.10 或是1.4.20 點點點 那所以這個就是 第二位 他就是一個 大版號 第二版號 那這個 更新的頻率大概是 2到3個月會 會有一個更新 那當然如果說 有一些重大的bug 需要修改的話 那就是看情況啦 那這個情況就是 可能 可能是需要 很 Urging的就會 是情況去 release 所以 在最後一個尾數呢 就會是 release的 版號 可能是 Base 1.4.3 的 D版 0.2版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會有三個 release的 周期 所以分別是 Feature release 然後這個 增量的release 跟這個 Budfist release 那看一下這個release的 時間表 呃我們在上一次 呃大版號就是應該說 1.4版的release呢是在 2020年的去年 就是去年的8月 那去年8月的release呢 呃在9月的馬上就 推出了一版 呃1.4.10 那 之後我們在 呃在11月的 呃在12月的時候也 呃不對 sorry 在 11月的時候也 出了一版 1.4.2 然後在 呃今年2月的時候更新的 呃1.4.3 那分別在 呃去年的 11月 呃12月更新的1.2 4.21 然後 在1.4 在2月的時候更新 1.4.31 以上月的時候更新 那 那 接下來來到 呃今年的5月更新的1.5 那後面是他的 一些release 時間 那我們在 前幾天呢 應該說 1月 呃11月17號就是 大概是 前天吧 更新了 1.6版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1.4跟1.5的版本 有哪些 新的功能 首先是1.4版 那麼剛剛有說到呢 1.4版是在 呃去年的8月 索理意思 所以我這邊是用 呃1.4的版本 那後面的一些增量的一些 修改 我這邊就沒有去看 那主要有四個 我這邊要講的是有四個feature 那第一個呢是一個叫做 SAM的conversion 那它是一個用來 用來這個 當我們剛說 當我們要定義一個 interface 的時候 如果我們裡面的 我們的 method 只有一個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SAM 叫做 Single Arbiture method 的conversion 來定義 那 第二個要講是 呃一個 mixing name and position the argument 這就是我們當我們要 定義一個 呃物件的時候 我們 原本 在1.3之前的版本 我們 呃如果我們要用 我們要用使用這個 名稱 來做一個 定義 參數的話 那它就不能跟這個位置的參數做一個混用 那在這個版本做一個修正 那 下一個功能是一個 呃 去 呃 尾巴會可能會加一個 逗號 呃這個是蠻有意思的一個功能 然後 下一個功能是 呃一個 可呼叫的reference 改善 等一下會介紹 這個方法 第一個是 sm的conversion 那 什麼是sm呢 第一個是 single aperture method 就是一個單一抽象的方法 也就是說呢 當我們一個 呃界面 它 裡面只有一個方法 那這個叫做 single aperture method 一個 單一抽象的方法 那 我們假設有一個方法 叫做cobe 那裡面有一個方法 call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會期待說 我們這個方法 可能是希望說 互叫這個方法 繼承的這個 interface 然後互叫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可能會這樣使用 我們在這個方法呢 把這個界面 把它傳進來 那所以我們就 也許做了一堆動作之後 我們就會互叫這個cobe 那是這樣子 所以 當我們要怎麼樣互叫 這個這段程式碼 我們 我們可以這樣子互叫就是 呃這個do something 是我們的 呃韓式名稱 那後面用這個 object 來 來定義這個 呃這個 interface 所以它是直接把這個 interface做一個匿名的函數 所以就這樣子 定義一個 一個方法 就把它宣告出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這樣子宣告呢 當我 這個do something 呼叫 完成之後 我們上面的這個 扣呼叫了 它就會 在這個地方去 得到它的 扣背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去 呼叫 可是如果我們只有一個 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一界面只有一個方法的時候 這樣子 會變得多餘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coater裡面 它其實是有lambda的一個存在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把 這樣的東西改成是 我們在 我們的interface 前面 加入 fun 就是讓它變成一個 San 就是 single aperture method 那它 就會變成 我們 我們可以變成一個 轉 就是 轉化成一個 更簡單的方式 那我們同樣的 把這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界面傳給這個方法 來做使用 使用方法不變 就是我們經過一輪串的之後 一輪串的呼叫 然後我們呼叫這個 扣背方法 把它呼叫回去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使用lambda的方式 去把 這個內容去把它 取得回來 所以 這樣子就可以使用這個 coatering的特性 就是這個 lambda的 方法 其實我們不一定需要 定義 這個 一個 interface 如果 當然 定義interface 好處是說 我們可以在 不同的 方形 不同的class 去做一個使用 那如果說我們就在 一個 單一的 方法去做使用呢 我們可以直接可以直接在 在這個方法 去帶入這樣子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reference 就是一個 回傳一個方法 那這樣子的方法其實就是跟 等同於我們前面的這個SAM的一個方法 那 那 這個扣背呢 它裡面有自帶一個 一個函式 就叫做 inbox 調用 所以 其實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呼叫呢 就是跟我們剛剛前面用 SAM的 定義方式是一樣的 他這邊會有一個 扣背的一個方式 就是用Landa的扣背方式 好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介紹的 SAM的一個conversion 轉換 好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 介紹的是 當我們要使用一個參數的時候 我們可以 把這個 用名稱 定義或者是用 位置來定義這個參數 來宣告這個 來給參數 好假設我們有一個方法 叫做student 那這個student可能有 三個 三個東西 三個東西 一個叫 譬如說一個叫做name 一個age 一個叫gender 那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我們要 互叫這個 這應該是class 我們如果要互叫這個 student的話 我們可以 因為這是name 我們可以在這邊 打一個name 然後他的名字 叫做andy 然後18 第2個位置 然後後面可能是一個 他的 gender 就是他的性別 那 我們 在1.3的時候 就是 不可以的 因為 他不能這樣子混用 但是如果說你必須要 用這個name的話 那name 必須要擺到最後面 那在1.4呢 其實他就把這樣的 限制給修正了 就是 我想要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樣都可以 所以這樣子會對我們來說是 比較方便的 好 那下一個有趣的是叫做 這個 就是我們會在這個方法後面 他會自動幫我們補上一個 豆號 那 換一個 換角度說 我們可以 在 我們方法最後一個嘗試 做一個 最一個parameter 加上一個豆號 那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圖 就是 左邊的這個student呢 他 在最後面這邊有加一個豆號 這是不行的 這邊會 會有問題 但是在 如果把這個豆號移除呢 就是ok的 那同樣呢 如果我們有一個list 他有 有四個參數 有四個 四個element 那 我們在最後一個 加入一個豆號 那這也是不行的 當然移除就可以了 我們如果在 在1.4呢 這樣子 就是可以了 加上一個豆號 是允許的 這種 加入一個豆號 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我們以這個 這個例子來看呢 就是list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去 調換這個順序 比如說我想要把 1 換到第3 1跟3交換 或者4跟2交換 都是可以的 就直接交換 不用再做 手動去補豆號 我覺得這樣是 其實是 蠻方便的 然後另外說 在ide的排版 他會自動幫我們排成 這樣子的 可以格式 所以 我們看起來會 更 更好看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一個 coable的reference 什麼是coable的reference 其實跟我剛剛 有一點 前面有介紹到 是 有點 類似的 我們有一個 方形呢 叫做fool 那 他是 傳入一個 integer 那他會回傳是一個 String 所以是 這樣子 帶入一個integer 傳入一個String 所以他的回傳是一個String 那 如果我們有一個 方形 叫做 apply 它是可以帶入一個方法 一個lambda 那這個lambda 它是回傳一個String 所以我們 我們互叫這個function 就可以 應該說我們調用這個function 那我們如果希望說 我們要得到 我們可以把這個fool 帶進來這個lambda裡面 就是這樣apply fool這樣子 好 這是1.3的寫法 那在1.4呢 我們可以寫得更簡單了 就是 我們直接把這個fool的reference 帶進來 他就不是用lambda的寫法 我們直接在這個地方 就是用一個reference的寫法 所以 這樣子就 看起來是更簡單 就是如果我們 直接 不用帶參數的話 因為他這邊其實是有一個 預設的參數 那如果不帶參數的話 就是我們就可以直接用reference 去把它帶進去 這樣子 好 那這邊有改善 就是說 剛剛前面是一般的 一般的函式 就是 他的 他的回 他是一般的函式 那在這邊呢 如果我們 用了一個是 suspend function 就是我們在 我用coutine 用到suspend function 那這邊是 就是可以用一個 suspend function 來 在這個 裡面 那在 在之前 就是 1.4之前呢 我們只能這樣子 做使用 就跟剛剛前面的例子 是一樣的 我們是把一個 function 帶進來 那在1.4之後呢 suspend function 也可以用 reference 方式 帶進來 所以就是這個 coable的reference 的一個改進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 1.4的一些 改進的 新的feature 好 那接下來是 1.5 那1.5呢 是我們在 今年 5月 所推出的一個版本 我這邊要講的是有三個 新的feature 第一個叫做 第一個其實就是 他支援了 JVM的 Raker的一個 一個類別 那其實 JVM的Raker呢 就跟這個 Cotlin的 Data class 蠻類似的 所以 他會支援 應該也不意外 那第二個是 他支援了一個叫做 co的interface 在1.5之前呢 我們只能 我們是使用的叫做 co的 class 它是一個類別 那 這邊呢 在1.5呢 他 推出的就叫做 co的interface 所以是一個界面 那另外一個叫做 inline class 所以有三個 三個東西 那首先是第一個 JVM Raker的 的一個support 那其實我們要 我們剛剛有前面提到嘛 就是 這個 Raker的 的這個 type呢 其實跟我們 Cotlin的Data type 是 很類似的 所以我們只要在我們Data type Data class 上面叫一個 notation 就是JVM Raker 他就會 轉換轉過去 就是可以對應到這樣子 所以他就可以支援 在JVM 應該說 在Java的 函式呢 我們想要呼叫 Data class 也是可以呼叫的 那 第二個是 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要介紹的是 sealed interface interface 假設我們有 有兩個sealed interface 我們可以 應該說我們可以定義 兩個interface 用sealed的方式來定義 比如說一個叫做animal 一個叫 canniviral 這個叫做一個是動物嘛 然後一個是肉食性動物 那接下來呢 那接下來呢 呃 我們看到的是 呃 有三個物件 第一個是叫做獅子 那 獅子 繼承了 animal 跟肉食性動物 然後 另外一個老虎呢 他也繼承了 獅子 要繼承動物跟 肉食性動物這個類別 這個界面 sealed interface 那當然鳥就是繼承 animal 所以 所以這個就是 interface的好處 它可以 多重繼承 而不像 sealed class 他只能單一繼承 那 這個好處就是說 呃我們這樣子呢 我們知道sealed的 的 好處就是我們在用 混 的expression的時候 我們來用混去 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所有東西列出來 那所以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去把所有的 列別就是列出來 那根據 不同的 type去 去把它 做我們相對應的動作 所以 sealed interface 是還蠻 蠻好用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是要講的 是 inline class inline class 是蠻 有意思的東西 那首先我們先看到是說 呃 假設我們有個類別 叫做login 那這個login呢 我們 這邊很簡單 我們就是打密碼就可以login了 所以我們有一個 有個類別 應該說有個類別 叫做login 然後有個參數 有個parameter叫做 password 它是一個string的type 所以當我們要呼叫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呼叫的 就是login 然後帶一個 帶一個 的string進來 就是我們 我們會這樣使用 那 呃 我們 或許會這樣子 使用 因為 剛剛我們在前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要 帶一個string 我們 不太確定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 password 來包 把這個string包起來 那這樣包起來的好處呢 就是說 呃 這個 string 它就是 我們用的時候就會變成 它叫做password 而不是叫做string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喔它是password 它就是一個 一個獨特的類別 我們可以用來這個 用來的功能上 而且我們可以在 呃 在這裡 就是在delaclase的 隱匿的block裡面呢 去做一些 判斷 那當然還可以做一些 其他的方法 再加在這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面去做 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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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 譬如說好 假設我們希望說它的 密碼長度是大於4 也就是要5位以上 那 當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做 呃 互叫這個login的時候 那我們login帶入一個password 123 那因為它是小於 是小於5位 所以它就會 發出一個 Error 那所以 這個在 如果我們 在我們 呃 只是用一個單純的string呢 是做不到的 那除非是我們在 login的 class裡面去做 一些判斷 那 那我們如果 如果把這樣子的一個類別 包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內容去在 這個class裡面去 在passwordclass裡面去做 一些 處理 去在這邊做封裝 好 那 用dataclass有什麼樣的 缺點 需要用inlineclass呢 第一個是說 dataclass它其實支援多個property 它可以支援多個屬性 那這個多個屬性 就會是說 我們 當然有時候有好有壞啦 因為 如果以這個情況來說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把這個基本形態 包起來 變成 另外一個形態 我們 我們想要用這個形態去 去表達它 那這個形態 有另外 更多功能 那 所以我們不一定需要 更多的 property 我們可以 也許就可以用inlineclass 那第二個是說 inlineclass 應該說 dataclass它支援 VAR跟VAL 所以它是 同時支援 可變 跟 不可變 的參數 所以 當我需要 當我用了VAL的時候 我 這個 剛剛說的password 我就可以在外面 去做修改 甚至我傳入 在 login的 class裡面 這個 login的class 也可以 針對 password 的 名稱 的內容去做修改 那 如果我們使用 inlineclass呢 我們 只要在 第一個是在 password的前面 將data 改成value 然後並在 上方 加入一個 annotation 叫做 jvm inline 那這樣子 就會讓 這個class 變成了 就是要說 inlineclass 那這邊是用 valueclass 做一個 關鍵字 好 那其實 這裡面長得跟剛剛 是一樣的 唯一不同是 這邊 只能有一個 一個 屬性 而且這個屬性 它只能是 VAL 所以 也就是說 它 一旦 它被宣告了 那它的 內容 就不能被 變更 所以我們把這個值 傳來傳去 它都不會 因為任何的 變動 而 改變值 那 這樣就是 讓 一方面是說 讓我們在 看這個程式碼的時候 就不會 需要去找說 是哪邊 去做修改 這個讓我們 程式碼去 會比較 簡單 一些 那 用Inline class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passwall 我們就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 去宣告 那就可以看到 一樣是 同樣的方式 好 所以我們可以跟前面的 來做一個比較 就是如果我們 只是用個 基本屬性進來的話 Login可能帶個基本屬性 那這個確定就是 我們 我們可能沒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在 在 這個屬性之前 做一個判斷 也許在前面做判斷 甚至在Login裡面 去做判斷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 可能不太確定說 它 要怎麼樣去做使用 頂多我們知道說 它是傳入一個Stream 那如果 如果我們包起來 變成一個 一個類別的話 我們可以 進到這個 類別裡面 進行看 說它的 定義 要是什麼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我們用 Inline class 我們可以 讓這個 這個屬性 應該說這個class 不可變 它的內容是不可變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 不會去考 不用去考慮到說 它的內容會 會被變動 我們就可以 更 更自由的去把這個內容去傳 傳到傳遞 傳到 更多地方去做使用 不用擔心 它在中途 被改變數值 那 這就是我們在 1.5 的內容做一個簡介 那在 前幾天 出了這個 1.6版 就在11月17號出了 1.6版 那我們 看一下有 哪些 新功能 那我這邊 列了兩個 新的功能 那 我想大家很 應該 這幾天有看 follow到這個 1.6的發佈 那第一個是 sealed 混的statement 就是在 我們知道說 sealed 應該說 我們在 我們的混 是 針對我們 expression 是可以 去做列舉 像我們那些剛剛提到的 sealed 或是 布林 或是 enum 他都可以再用 expression 去做 全部的列舉 但是 Stament 他 就不行 他 他可以 目前能做到 就是在 1.6版 之前 他是 id 去做 辅助 那所以 就會有差別 所以在1.6呢 他會變成是 在語言上面去做一個改進 所以他直接在 語言上去做一個 warning 那是在1.7版 他就 不讓我們去 不讓我們去做使用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功能是 suspending的 function 他是可以當作一個 supertype 好 那 第一個部分就是 剛剛說的 sealed 的 混Statement 他就是 他會 詳細的去把所有的東西列出來 那 我想 大家 很多人 一開始 介入到 就是剛剛說的 sealed collect 就是 跟 混的搭配呢 就是很 以前的介紹就是 他可以讓我們的 混能可以讓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 物件都可以被列出來 他會主動提醒你 這樣子的好處是我們不會漏掉 某個東西 那我們在加新的 項目的時候我們也會 ID會提醒你是說 我們有東西加進來 需要去補 補起來 好 那 假設我們有一個 sealed class 叫做 prayer 那裡面有兩個 prayer 例子 一般的prayer 一種是vip的prayer 那 好 那現在這邊的statement呢 我們可能會 假設我們有一個 方形叫做 display player 我們 傳入一個prayer 然後我們判斷的prayer 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能要 想要做一些動作 但是我們現在 沒有塞 任何的 內容在裡面 那如果說在 1.6版呢 它是會 會有些毛毛桑在下面 然後它會告訴你說 when has empty body 這個其實是 id告訴我們 id告訴我們 這邊是 empty body 那當然我們這邊 用一些快捷鍵 還是可以把 其他東西補起來 但是在 1.6之後呢 它就變成這樣子 它的內容 變成 喔 它告訴你說 你必須要把所有的東西補起來喔 不能用了 在1.7就完全不能用了 所以就有哪些東西需要補起來 然後提醒你說 要把它加起來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 它希望你可以再 用混 來 來把這個 內容去把它補 就是說把 把我們這些sealed class 或者是 Inon 或者是 布林 可以再 用sealed expression 就是這些判斷式 表達式 去把 去把所有的內容都 都列舉出來 這樣才不會有一些遺漏 然後造成一些 我們沒有發現的bug 其實就算是你 一補一些 然後其他用else 也可以 就是 它只是要讓你 知道 讓你把所有的 項目都在這個混裡面 去做 一些處理 好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這個 sealed 的 Statement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講的是 Suspending function 就是可以當做SuperType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function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傳入一個 一個lander 就是一個 這樣子一個東西 那我們可以調用它 一個inbox 同樣的 同樣的 我們也可以 把一個class 繼承 這個lambda 那這個lambda呢 它就會 讓 這個class 有一個叫做inbox的一個function 所以 我們就可以直接說 我們可以直接讓這一個class 具有這個inbox的一個方式 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外面要呼叫它呢 它就 它就有這樣子 我們可以直接調用這個inbox 就可以直接做 使用 所以 就蠻好的 當然 在這個版本 它讓這個suspend 可以 加入到這個行列 也可以用在 這個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suspend 加進來 當然我們 我們要繼承的 我們要實作的這個function inbox呢 它前面也要加入一個suspend的 一個function 所以這就是 我們要講的就是 其實 在這些版本呢 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是 這個suspend的function 它在這幾個版本 它都會 漸漸的把 越來 應該說 漸漸的把這個功能 補起來 不如 前面的 那些 1.4的那些 功能 像剛剛前面 1.4的這個 這個功能 也是在 這個地方去把 suspend加入 加入 加入進來 所以 因為 第一個是說 coating在coating 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 library 所以 在他們的 語言上面呢 它會 也會漸漸的把 suspend這個東西 與 與一般的 呼叫 去做一個 共同化 就是同步化 就是讓 讓兩個 之間的隔閡 不會那麼的 差異性那麼大 這樣子 我覺得在呼叫上面是會 就是會有 更大的 一致性 好 好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就到這邊了 最後我要跟大家工商一下 第一個是我們coating的讀書會已經開始了 那我們就是有分兩個讀書會 第一個讀書會是coating新手讀書會 這個讀書會我們是採用coating的 深入前出coating這本書 另外一個讀書會是coating的讀書會 這本書 我們是採用 深入理解coating 深入理解協成的這本書 歡迎有興趣學 了解coating的人 或者是coating的人 都可以來參加我們的讀書會 謝謝大家